欢迎收看8月2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方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保护智慧产业园区将转型成为产业专用区 新北市政府启动都市计划变更作业 并持续推动二期计划 明城里关怀据点开办健康课程 教导长辈透过运动与饮食 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达国国庄小开办角力下令 透过多元有趣的体能游戏 启发小朋友对运动的热情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及多个单位赞助经费 与联合报合作 在驱使国小开办公益写作班 今天的课研晋升区 大家一起来学客家谚语 新店宝高智慧园区将转型为产业专用区 新北市政府启动了都市计划变更作业 即日起到8月30号办理公开展览 并且在8月9号上午在园区举办说明会 城乡局表示转型后 未来渴望带动周边16000个就业机会 以及286亿元的产值 为了推动新店宝高智慧园区 成为新北国际级智慧城市产业聚落 新北市政府启动都市计划变更作业 即日起到8月30号期间办理公开展览 并于8月9号上午10点 在园区一楼国际会议厅举办说明会 新北市城乡局表示 宝高智慧产业园区将转型成为产业专用区 以打造数位研发 应用制造与试验研究的智慧科技场域 并且引进结合数位技术的金融 餐饮以及住宿等支援性服务进驻 提供园区内厂商员工便利性 提升在地服务的附加价值 另外园区内规划12米及10米计划道路 增加园区整体产业运输效能 同时规划机关用地 公园及绿地等公共设施用地 提供里民活动中心 与相关体育休闲活动空间 同时建制三处智洪公园 以及绿印轴带步道 建构人与环境和谐共融的水绿园区 打造重视邻里社区共生美学的和谐环境 城乡局进一步表示 为了因应气候变迁及土地使用冲击调试等相关议题 园区内除了导入低冲击开发设计 还将配合新北市2050净零碳盘放目标 与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增定低碳建筑评估标示奖励项目 绿建筑容积奖励 纳入建筑能效标示等规定 鼓励园区内二期建筑朝向净零碳排的设计 让园区逐渐朝向智慧化 低碳化等方向发展 营造永续发展的优质生产环境 创造绿色低碳永续智慧生态保育 以及任性园区的兼顾环境永续与产业发展的智慧科技产业园区 来厚植新北的永续智慧 低碳经济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 成为北台湾智慧科技产业先驱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明城里关怀据点每个礼拜三下午与更新医院共同举办 影像幸福下半场长者健康促进课程 除了带领长辈做激励训练以及有氧运动 也安排健康讲座 教导长辈如何吃得更健康 从手到脚跟着老师的指令动起来 经过30分钟让长辈们全身舒畅 这是明城里关怀据点每个星期三下午 与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共同举办的影像幸福下半场 长者健康促进课程 每堂课都会带着长辈做激励训练以及有氧运动 除了增加长者肌耐力与平衡感 同时也养成长辈的运动习惯 更新那边每年都会给我们做12堂课有关健康方面的 而且这个课对我们这些伙伴很有帮助 所以大家都很有兴趣 所以每年他只要一开课都报班 像今年就有40个 所以大家都上得很高兴 运动之后更新建筑中心紧接着安排的是健康医疗讲座 这天营养师就带来了关于长者营养的各种知识 包括了认识食物种类 如何吃的健康 以及看懂营养标识等等 让长辈们可以透过运动与饮食 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像长辈可能会不知道他的分类 对像很多像是地瓜 马铃薯这些其实是全骨早粮 它不是蔬菜类 所以那可能长辈可能就会比较不了解 然后我们就要让长辈知道到底分类怎么样 才能把那个食物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吃出来 然后像长辈可能很多就是会蛋白质吃比较少 所以豆鱼蛋肉类可能就会跟长辈说 到底吃什么样的量才是足够这样子 银向幸福下半场总共安排了12堂课程 来参加的长辈表示 每个星期来动一动 火落筋骨 感觉很舒服 酸痛也跟着减少 还可以吸取很多健康知识 收获满满 你出来之后有增加 就跟大家一起嘛 互动啊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 就是课程做得很好 跟我们帮我们设计的很好 老人也可以做 不太有不能做的 所以就帮助很大 明城里关怀据典已经成立六年时间 据典会定期规划各种课程 鼓励社区长者参与 希望长辈可以多外出与邻居互动交流 活跃体能 也让身心更健康 记者是明城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达官国中小在暑假期间开办角力夏丽营 教练李秋平表示 除了教授基础的角力动作外 还会设计多元有趣的体能游戏 来训练肢体协调 敏捷度等等 让小朋友喜欢运动 爱上角力 暑假过了一半许多学校的暑期活动 持续热烈进行中 达官国中小国小部角力夏丽营 从7月31号起到8月11号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 由教练李秋平带领 藉由多元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训练肢体协调 敏捷度和专注力 他表示 在角力夏丽营中 最主要还是希望先引导孩子 对运动有兴趣 进而喜欢上角力 让他们觉得说 来角力的时候 来角力的上课这个方式 不是说只有来注重训练而已 我们是用玩的方式 然后去引导他 然后觉得说变成说 好像角力好像很好玩这样子 然后去引导他们有兴趣 有时候分组 有时候则是两两搭配 将角力基础动作 融入在体能活动当中 就有小朋友说 有时候看似在玩游戏 却无形中学会了翻滚 也有人说在尝试的过程中 教练会不断的鼓励 最后成功了 让他非常有成就感 有一些小游戏是鬼抓人 然后就是在 就是人 那个被抓的人 那个可以做一些动作 然后其实鬼还要复刻 所以这样子其实是 可以练习一些翻滚技能 那些的 教练把电子放下来时 教练叫我们跑过去 跳过起来 然后第一次我失败了 第二次成功了 让我觉得很惊讶 很开心 教练李秋平表示 在角力下力营中 除了运动技巧的培养 还会融入品格教育的学习 希望小朋友不但学会勇气 拥有坚持和毅力 还要懂得尊师重道 不是说只有训练他们 角力这一块 我们还会教他们品德 对 然后他们就教育他们 还要让他们有一些 先些的 就是有习惯 然后就是要懂得礼貌 还要尊重师长这样子 不论是在店上跑跳 或者是和同伴练习着基础动作 打官国中小角力下力营 让孩子们在这个暑假期间 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 也期盼透过下力营 推广这一项 有趣且具挑战性的角力运动 记者杨邦友 超方起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议员 陈宜君与真武山 授权工等单位 共同赞助经费 与联合报合作 从7月31号起 在新店区 驱使国小开办 为期五天的工艺写作班 希望可以丰富 学生的暑假生活 同时提升孩子的 写作能力及竞争力 由于偏远乡镇资源 较为缺乏 很少补习班 因此新北市议员 陈宜君 真武山授权工 新店广新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中华畅卢书法学会 共同赞助经费 与联合报合作 7月31号到8月4号 在新店区 驱使国小开办工艺写作班 2号上午 驱使国小特别致政 感谢状表达谢意义 希望小朋友在这个暑假非常充实 并且去了解我们中国文字的这种奥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透过这样读书 表达 这样来讲 一则乐在其中 二则的话 它有一种良性的成长 虽然才上课短短两天时间 学员也带来精彩的作文 朗读分享他们的学习成果 描绘人物 还有描绘人物的成语 觉得有让你的写作技巧更进步 有 驱使国小校长林贤恩表示 非常感谢各界的赞助 不仅丰富了驱使国小学童的暑假生活 也拓展了孩子的视野 尤其在阅读学作这个部分 特别感谢联合报这边 还有陈一金议员 还有社区的几位校友人士这边 积极的争取这样的一个资源 能够系统性 透过一个礼拜的一个 阅读写作能力的一个训练教学 让孩子培养他在阅读写作 同时观察到周遭生活环境的一个情形 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文章 驱使国小学期盼 藉由这次的写作营 能够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力 批判思辨力与多元表达能力 让学生未来在写作上更有自信 并且提升语文竞争力 继续成本期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科研竞争区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记录传统记忆 保存在地文化 探索新北的迷人之处 新北合作宅每周六晚间七点 就在新北市公用频道 今天的科研晋升区 一起来看看大风哥 要来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 这个的意思是说 人只有在穷困的时候 才会去打拼 才会有结果 正所谓人要经过穷困 才会发挥潜能 举例来说 小郭因为投资失利 所以决定放手一搏 创业开餐厅 没有想到对餐饮有兴趣的他 现在餐厅的生意 好得不得了 这就是人供立出 三变三变三变 他会把天爱高养一拜 人供立出 三变三变 按这些 整理了 接着来看 波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身装大心电宽屏WiFi6 搭配MH Wi-Fi 全面优惠中 让您上网更稳更顺 提升家庭空间 网络覆盖范围 速洽 2917 3939 监控留意线日后好相见 大心电宽屏AI智能防护监视器 护神也护人 欢迎庙宇接洽申办 全方位保闭庙方与信众安全 速洽2917 3939 112年度平宁地集图重测举办中 新电地震提供重测需用之 土地界标多元领取方式 除稻索领取外 立刻就进到平宁区大林 余光等三个里办公处领取 详架2917 2969 分机201 少年暑期打工切记三倍七步原则 包括搜集应征公司资讯 告知亲友面试地点 检视真材内容 还有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 新电护证事务所服务时间 为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 请市民朋友避免再非服务时间 到护所洽工 以免白跑一趟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